这一期预测一下UFC280 奥利维拉和马哈切伯的比赛 那么顺便趁着这一期去填一下之前说的GMP打法的坑 就是说碰到小英或者说类似小英重打法的选手的比赛要怎么看 因为这个不提前说一下的话 那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又会是一场非常无聊的比赛 那么简单介绍完之后呢 再说一下马哈切伯小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再到预测一下这个赛果 那首先说到GMP他的正式名叫做Grand & Pound 他说的是一种先把对手压制在地面 要通过上位杂拳去攻击对手 去赢得比赛的一种打法 那么这种打法从一开始发明出来呢 确实是针对游数型选手的 因为在综合格斗的早期降服技还是比较神秘的一项技术 那很多摔跤手虽然很容易把人带到地面 但是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被这个游数大师抓到了这个降服把位 GMP这套打法还没有被发明之前呢 很多摔跤手也只能说自己研究血点游数 进到地面就只能跟这个游数大师硬着头皮切磋一下 但是效果还是不尽人意 因为人家毕竟就靠这个吃饭的 那来有些老前辈呢 就干脆放弃和游数大师拼游数 直接研究了一套反制的打法 那这套打法就叫做GMP 当然虽然说他早期发明出来是针对这个游数的 但是格斗技术发展到现在你说这两套打法是不是一定就是相克的 那我觉得也不一定 毕竟你研究出这个反制技术 那我肯定也不会坐着不动 我也要更新一下啊 那么发展到现在 它不一定是一套绝对相克的系统 只能说看什么人来用 当鹰派选手 就是把一个人压制在地面上 然后在上面砸拳 表面看起来呢是很简单 但实施起来呢却很难 那通常我们说要把一个人压制在地面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对方有这个支撑点可以起身的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躺平在地上 当你想起身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支撑点去把你身体撑起来 对吧 那首先你的手肘肯定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点 手肘支撑起来了 那手掌也可以撑起来 这个时候你的屁股也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点 膝盖也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点 再到脚站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恢复站立了 那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你不想让对方起来 那你就必须要不断的消除对方的某些主要的支撑点 那他自然就站不起来了 是这个思路吧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大聪明想到说 那我把一个人摔倒在地面 锁着脚 两只手抓着他的两只手 那他不就没什么支撑点了吗 那或者我就整一个松贴压着人家 把人家背部压平在地面 那他不也就没办法起身了吗 是的 没错但是问题是这样你自己的手也动不了 你只能做到地面杂拳的地面部分 但是你没办法做到杂拳 如果你长时间不动的话 那这种情况裁判会把你们分开 那后来就有些选手就假装打几下 那这样还是不行的 裁判还是会觉得你没有什么能力输出什么有效打击 还是会把你们分开 所以你必须想办法拿到有效的打击 但是一旦上位选手把手空出来 想拿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打击 那下位选手就很容易逃脱 并且站起来 所以回到我们说的GMP打法 它真正的意思是你能把一个人压制在地面的同时 你自己能够腾出一只手 或者说两只手去进行杂拳 并且对方还是逃脱不了 那这么看起来就非常有难度了 我们先来看看小英是怎么做的 当然这套打法虽然不是小英发明的 但是小英会有他自己的改良自己的融合 他自称代表这个商博 也拥有了很多相关的技术在里面 那这套打法发展到今天呢 是经过了好几个版本的改良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小英的一些最基本的操作 比如说摔倒人后小英会根据下位选手的防守 而选择要怎么做 他如果进入了下位选手的这个封闭式防守 或者说开放式防守中呢 他也会像早期这个马格克曼一样 身体形成这个三角形 用头压着对方的上半身 把他钉在地面 尝试用一些比较密集和短的拳去攻击 或者说他也会像飞多那样拉开一定的距离 用站立的姿势打长拳 试图把对手往下砸 这样也不好起身 但是对于下位防守比较好 或者说游数比较好的选手呢 这两种方式始终都有被降服 或者说逃脱的风险 所以其实小鹰本人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压制方法 那小鹰的GMP和老前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早期的GMP他更想要把这个伤害最大化 而小鹰的GMP呢 可能会相对牺牲一点伤害性 他更注重的是控制 他很多打击只是烧咬 而在烧咬的过程中呢 想办法怎么过腿 拿到侧控或者是起身位 比如说他会通过不断的这个打击烧咬 先挣脱一条腿 那这个时候呢 他还处在对方的半防守中 那么他会先用另外一条腿压在对方的肩膀上 那其实这样他就已经控制了 对方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支撑点 让他起不来 但是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对对方进行一个打击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先把对手逼到龙王 摔倒后先勾住一条腿 能勾住两条最好 这样对手下半身的支撑点基本就没了 你只能坐起来 基本就在目起来了 那如果是勾到单腿呢 这个时候他会把右手从背后穿过去 抓住对方的右手 他把这个撑作这个达吉斯坦手铐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撑点 如果对方想用右手手肘撑起来的话 他会用力往后一拉 身体往前一压 把这个支撑点给拽掉 那么对方只剩下这个左手能撑起来 但这样你就要吃他的拳头了 那如果小一拿到侧控的话 他会把对方的手扯到垮下 上半身呢就直接横压过去 形成一种十字架控制 这个时候呢 对手整个背面就被钉在地面 基本你找不到什么支撑点 那小一呢 他还是能腾出一只手对你进行打击 而且他在这个位置 他还可以做这个降伏剂 当年王强就是被他这样 用这个牧村锁给降伏掉的 那有一种情况就是完全过了腿 拿到了骑乘位 那拿到这种位置的小一呢 基本就好像如鱼得水 因为这个姿势你不但非常难逃 他还能盛出两只手来打你 格局当年就是被拿到了这个骑乘 直接被降伏了 这也是小一拿到骑乘后 经常会接的一个降伏剂 另外一个比较喜欢接的就是这个十字架 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 所以小英的地面你可以看着 他是在想办法找到更好的一个控制位 这个思路其实本身并不无聊的 它是有一点像在解开一道难题一样 只不过小英呢就非常求稳 他也并不是那么追求爆炸性和破坏力 所以整个过程看起来呢 就磨磨蹭蹭慢悠悠的 可能显得有点无聊 但还是有这个观看思路在里面的 那马哈的体系风格呢 当然和小英也是非常类似的 毕竟他们是师出同盟 但是他的喜好或者说切入点和小英有点不一样 马哈有一个优势是小英没有的 就他的摔法非常多样化 有时候他能通过摔法直接就过你的腿 拿到侧控位或者说骑乘位 小英大多时候还是这个循序前进 B龙网爆单腿双腿 然后进入别人的封闭 或者说开放式防守 然后再想办法要怎么过腿 怎么拿车控怎么骑乘 但是马哈有时候能够直接就省略这几步 特别是对于那种摔跤技术根本和他 就是不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人来说 这方面他优势比小英还大 所以我觉得马哈应该会多考虑从这个地方切用 如果能直接通过摔法过奥利威拉的腿 那还是更省心一点的 他早期的这个摔打结合还是挺有DC的这个影子的 然后起好像就很少用了 总的来说他的战力水平比小英好 内威和腿法比小英更胜一筹 但是也谈不上太出众 那关于说马哈的地面压制能力没有小英好 我觉得是龙边的地面压制没有小英好 在龙中心还正不一定 不要是小英后期也不怎么在龙中心摔人了 因为成功率不高 所以你也看不到太多他在龙中心压人 那马哈却不是 他的摔法比小英要好很多 他经常在龙中心就发动这个爆摔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一些比较强硬的对手马哈是逼不过去 小英能把对手逼到龙边 那是因为他的防守很好 马哈的防守比小英差了一截 碰到拳法好一点的选手他都会硬吃 但是因为摔跤实力很强 可以让他逼不过去的时候呢 直接在龙中心放倒你 这一点小英后期都办不到 只不过是下位选手在龙中心的活动空间比较大 本来就比龙边难压一点 这一点我相信小英来也不一定干的比马哈更好 因为叫龙中心压人压得得心应手的 好像除了巅峰期的GSP也没见几个 但是可以看出马哈在龙中心的一些过腿的一些细节呢 都有小英的影子 那除了上面说他可以直接通过摔法过腿 这一点可能比小英有更大的优势 但是马哈的撤控并不是很稳 打这个莱奥昆池的时候呢 他也拿到了撤控 但是被对方直接撑地起身了 打这个萨鲁基安的时候呢 也拿到了撤控 但是被对方瞎形逃脱并且站起来 小英的撤控反而比他好很多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个十字架控制 小英打钻石的时候呢 在撤位会用膝盖跪在钻石的肚子上 头把钻石的左肩膀盯住这样去打 但是总的来说可以把鹰派选手的地面看作是 他们在不断寻找更好的位置做控制 只不过小英就偏好在龙边 但马哈就不一定 马哈在龙中心的地面站大多以单腿爆摔切入 进入对方的半防守位以后呢 他会把对方的身体压平 在这个位置呢 他可以做很多动作 对于一些地面残斗能力不太好的选手 他可以通过一些打击搔遥 就直接过你腿拿到齐称 又比如说这个打这个德鲁多伯的时候呢 直接在这个位置拿到了一个手臂三角锁 那打单祸客的时候呢 也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布置 拿到了一个牧村锁 后来打鲍比格林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的位置 以假装拿这个牧村锁 然后趁机过腿拿到这个齐称位 那如果是通过摔法直接过腿拿齐称的话 那更好 在齐称位他可以腾出双手去进行打击 也容易在对手翻身的时候呢 抢背 或者说接手臂十字锁呢 也是他常用的这个降服尝试 那在龙边的话呢 当然他的体系和小鹰 还是一脉相承的 锁腿抓手铐等等 该有的还是有 但相对来说呢 就没有小鹰那么稳 腿没有锁 就忙着去抓手铐之类的 小鹰的勾腿抓手铐就很稳 不急不忙的 控好了对方基本起步来 而且马哈哪怕在龙边 他是偏好想办法先过半条腿 进入他最熟悉的这个半防守位 再去根据情况 看一下这个下一步要怎么走 技术体系一样 但是偏好和切肉点和小鹰不太一样 那么整体来说呢 这个寻找更好位置的过程呢 会大量消耗对方的体力 按照他们的说法 就是像一条鳄鱼 把你拖进深水里 让你在水里挣扎 等你没力气了 他就可以慢慢吃掉你 那OK 小鹰在采访中说呢 如果马哈能处理好一些潜在的危险 他相信马哈能统治奥利维拉 那这个潜在的危险有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奥利维拉的这个压迫力很强 打法很激进 他有一拳KO的能力 那马哈在晋升的过程中呢 必须非常小心 我昨晚看了那个丹哈迪的分析 他提到了两位选手的心态问题 就挺有趣 他说因为马哈被人一拳KO过 那一次KO呢 会在他心里留下一个烙印 他会更加谨慎 或者说更加担心 像说奥利维拉也被人击倒过 但是次数太多了 他已经找到自己的处理方式 那马哈其实并没有应对这种灾难的这种心理准备 所以他必须更加谨慎 一旦他发现奥利维拉的权原来这么重的话 他可能就会非常着急的想要尽快进入地面 一着急可能就容易出问题 那当然哈迪呢还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他觉得奥利维拉可能会去摔马哈 当然这个也不是不可能 有时候做一些让对方意想不到的动作反而有奇效 你看当年有一个摔跤手叫阿贝 他一开局就跑去这个主动摔这个小英了 他摔倒了压上位了 虽然后面被小英怒摔了21次破了efc的记录 但是那又怎样 你摔跤不是很屌吗 还不是被我摔了一次 撤呀 所以好像提拔也摔倒过 那奥利维拉如果能摔倒他拿到上位的话 马哈在下位的应对能力 可能会比他在上位差一截 那情况可能就很不一样了 那马哈除了要防这个重拳 他还要防这个断头台 尽管说马哈的摔法非常多样化 但是他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抱单腿这种摔法 他因此被拿过不少断头台的这个把位 虽然他防得不错 就确实也没有成型 但是马哈以前的对手的痕迹量不足以证明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这一点 如果他把头塞进奥利维拉的手臂里 那风险可能比以往的对手要高得多 所以还是上面提到的 如果马哈能通过摔法直接就过腿的话 那他可能会更省心一点 那在什么时候是个好机会呢 他在和撒鲁基安进入内围的时候呢 趁着对方顶膝的时候呢 就拿到了一个半腿摔 直接过腿拿到了7寸 那你知道奥利维拉进入内围后 顶膝也是他的这个常规操作 那如果是下潜抱腿的话呢 马哈需要做好防护 特别是奥利维拉的断头台 就像诗星说的 马哈的难处在于 他在他在战力上 他绝对有被一拳KO的风险 那在地面上呢 取决于他能不能先降服奥利维拉 如果不能的话 在这个漫长的消耗过程中呢 他可能会有两到三次的机会 进入奥利维拉的危险地带 一旦被抓好把位可能就没了 那如果不被降服呢 那么我们能预料到 随着比赛的时间后移 就是他把奥利维拉的这个体能耗光 打到判定胜 或者在对手精疲力尽的情况下 拿到一个降服胜也不奇怪 那这场比赛呢 我相对看好马哈一点点吧 不是故意拿 就是第六感 因为他们这种类型的选手 可能会出现好多种可能性 而且有时候你得相信裴绿 跟着裴绿走 别说大家有好吧 那这一期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